欢迎收看新闻致富 伊朗外长赞里夫接受美国传媒访问 说伊朗愿意原谅美国 但不会忘记美国过去对伊朗的行为 当中提到两伊战争期间美国采取的立场 伊朗和伊拉克在1980年9月爆发战争 表面上战争是两国的长期边界九分引发 但也涉及当时伊拉克总统萨达姆 希望趁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之后成为地区霸权 两伊战争打了接近8年 死亡人数达到100万 在冲突当中 伊拉克多次使用化学武器 美国中情局估计 造成大约5万名伊朗军民伤亡 当年美国明知伊拉克用化武 但与早前敘利亚平民遭到化武袭击之后 仰言要动武相比 反应可以说是差天共地 当时的列根政府 除了向伊拉克提供军事情报 更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民用军事两用物资 包括可以制造化武的发学品 1983年 一份国家安全指令更明确表明 美国要全力阻止伊拉克打败仗 所以对伊拉克用化武 采取低调的态度 美国和伊朗因为79年的美国使馆挟持人质事件 而中断关系 但华盛顿在两伊战争初期 并不是立即站在伊拉克一边 美国要去到82年 看到伊朗在战争占上风 认为一旦伊朗打赢战争 会危及波斯湾的稳定 最终影响美国的能源供应 才决定支持撒特姆政权 对付伊朗这个共同的敌人 两伊战争因为美国等国家幕后介入 而陷入拉脚 两国最终元气大伤 但却没有领土得益 对于伊朗来说 这场战争 只是美国多次介入伊朗事务的其中一章 两国猜忌这么深 所以要改善关系 并不是一次电话交谈就可以成功 本集新闻志富说到此 请不吝点赞订阅